触排暖可以受孕的这些药物呢 都是激素类的药物 自己千万不能自己拿来用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而且呢给你进行了检查 觉得你需要进行这样的用药才进行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最主要是在我们生殖医学课来进行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我是不是要做人工受精呀 或者我是不是要做试管婴儿呀 这个时候呢 我来人工的给他用点药物 叫他排暖 然后这个时候再把它取暖 我去做人工受精 或者是做试管婴儿用 在这里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大家自己不要拿着那个药物来进行治疗 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 我们民间有一种传说 我是不是吃点初排暖的药 我可以一下生个双胞胎 生个三胞胎 一次呢我把两次的事都干完 但是如果你要想这样的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 因为如果你怀了双胎也罢 三胞胎也罢 这就属于高危认身 这个一定要叫医生给你判断 能不能你身体能不能能够支撑下来 这样一个认诚的过程 再次强调 再次提醒我们女性朋友 不要乱用一些初排暖的药物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